因为慢性肥厚性鼻炎症状比慢性单纯性鼻炎有时候要重得多 其实从治疗方法上说来是一样的 但是慢性肥厚性鼻炎它涉及到一个黏膜黏膜下层甚至骨质的一个增僧 它这增僧有的是局限性的有的是弥漫性的 所以它不是说采用这种方法症状就能很快缓解的 如果症状重的话还是建议去耳鼻后科钻科就着 因为我是中医内科医生针灸这个怎么说呢 针灸的话第一它就是要取血的话 像银箱呀鼻痛血呀这些鼻部的血位它肯定是要取的 然后呢它其实也要变重 因为很多慢性鼻炎它涉及到它一个免疫力的低下 很多患者它的免疫力都很差 那些慢性鼻炎的患者它都非常容易感冒 但是别人还没有感冒它可能就已经感冒了 就比如说吹吹风正常人都不觉得有什么 它可能鼻炎就犯了 然后就接着就感冒了 所以它要取得官员呀汽海呀足山里呀 这些扶症的血位没有什么后遗症 但是就是人成期的妇女和体质特别虚弱的话 就治疗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一般说来针灸治疗是很安全的 没什么后遗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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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